请各位参赛者 请指快快鸭 两两一组演练救命术 年龄层广顾 之前也是参加新北市一票的活动 台北市的 台北市的 今天我们新北市办的活动 一票是这个富有意义的 非常棒的 爸爸有家对不对 哇 给爸爸一个掌声来啦 17 18 19 若能在突发心跳停止的一分钟内 立刻施行CPR加AED 急救成功率可达九成 每延迟一分钟 存活率就减少7%到10% 因为现在AED也慢慢普及 那透过这个比赛 然后让这个技能能够传播出去 让人人都拥有这一项 危急的时候发生的时候 自己也会比较有 有那个胆量去实际去操作 对 你不会说当遇到事情的时候 会不知所措 当然是最好是希望不要发生 但如果真的发生了 至少旁边的人发生什么事情 你能够第一首先帮助他 抢救最重要的黄金时间 千人CPR竞赛是演练技术的机会 熟记关键4到6分钟 避免患者脑部缺氧 越多人学会救人 越能减少遗憾发生 大爱新闻之下美职工张秀慧 叶首仁 陈昆复 罗秀静台北报导 wat hearen the call and the sun 我们就让 People 我们就让我们 联系研线